1996年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多媒体实验室 MIT Media Lab 率先成功研发出电子墨水控制技术 成为了电子纸技术的基础 随后 电子纸被运用为电子数阅读器的显示屏 拥有电子纸屏幕的电子数阅读器 可同时承载大量数集 且提供舒适不伤眼的移动阅读体验 从此以后 电子纸技术与多元应用逐渐改变了人类的阅读习惯 也为市场带来许多创新商机 E-Inc 以源自MIT的技术为基础 不断投入大量研发资源 20多年来 扎实累积电子纸技术创新研发实力 并开发出多样化 品质稳定的电子纸薄墨与模块产品 应用除了电子书阅读器 电子纸笔记本 还包括了物联网领域的电子纸货架标签 电子纸看板 电子纸物流标签 行李标签 手机 穿戴装置等等 E-Inc 源泰科技每年挹注大量研发资源 进行全球专利布局 包括基础理论 光学材料 影像薄墨 TFT驱动版 模块设计与制造 驱动波形运算技术 装置及应用等领域 目前已累积持有全球专利 超过5000个以上 近5年来 每年研发资源投入 均超过公司营业额14个百分点 E-Inc 源泰科技集团 于全球设立六大研发中心 交流汇集出强大的研发能量 研发中心分别设置于 美国东部麻州比尔利卡 美国西部加州佛联盟市 新竹 桃园 以及日本东京 2020年 E-Inc 源泰科技于扬州设立 第六个研发中心 计划于两年内 投资5000万人民币以上 扬州川崎光电 将不只是全球电子纸模块的 主要生产基地 也将具有彩色电子纸 自主研发与生产能力 多年来 E-Inc 推动电子墨水技术突破 与多元应用发展 彩色 柔性 超低功耗的电子墨水技术 均已实现 坚强的电子纸技术发展实力 不仅受到客户肯定 也在国内外屡里获得 研发技术奖项 迎接物联网时代的来临 我们将持续精进创新 提供低功耗 品质稳定的电子纸产品 与生态圈伙伴 携手共创电子纸多元应用 拓展新市场商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